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重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先念开经记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36院 教化随意 我们还是先把经文念一遍 我作佛时 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就近必至一生补处 除其本愿为众生故 披红四楷 教化一切有情 揭发信心 修菩提恨 行普贤道 虽身他方世界 涌离恶趣 或要说法 或要听法 或献神族 随意修习 无不圆满 若不讹者 不取正觉 这一段经文 包含三十五 一生补处愿 三十六 教化随意愿 我们学习四十八月 要学到阿弥陀佛的心量 阿弥陀佛 智慧考虑的周全 这个都是我们的学处 当然也要感受到 往生极乐世界的殊胜 我们就会怨生极乐 这么殊胜的地方 佛又一再劝请我们 所以我们要听佛的话 要求生西方净土 三十五是一身补处 往生 不用太长的时间 就能达到一身补处 就是等觉菩萨的位置 阿弥陀佛经里面讲到 极乐世界多有一身补处 这个多字 就是极乐世界应该 超过一半 都是一身补处的菩萨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成就才十节 那去的 这些往生的大众 超过一半 都是等觉菩萨了 我们都知道 这个修行要三大阿僧起节 它才十节 往生的 很多都是 凡夫生 甚至 三恶道去往生的 但是那边教化的效果 等于全宇宙 进步最快的学校 所以难怪 华藏世界 普贤菩萨 要劝 四十一位法僧大师 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每一个院的殊胜 我们要能体会得到 第三十六 是教化 谁意愿 那我们看这个经文 极乐世界 再回来教化众生 效果非常好 人令大众起信 这个经文里面 就有提到了 教化一切众生 揭发信心 这是第一个效果 第二 修菩提恨 让他能修菩萨道 六度万恨 而且更殊胜的 都能行普贤道 这菩萨行 算是菩萨的顶法 菩萨不修菩萨行 不能圆成佛道 而极乐世界 是菩萨菩萨的法界 而这一院 教化随意 我们想一想 我们现在要帮亲戚朋友 容不容易 你看到极乐世界 教化众生 很自在 你看经文 说到的 虽然 生到他方世界 永离恶趣 这个永离 我们上一次提到的 是不会再受三恶道的苦 他到畜生 地狱恶鬼道 去度众生 不会受苦 我们读地藏经文 就知道 婆罗门女 她也是修念佛三昧 往生极乐世界的 都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你看她到地狱就不受苦 是去度众生的 经文里面提到 或要说法 那在老和尚讲记 216页 讲到了 极乐世界再来的菩萨 在恶道里 视线 或者是说法 无论是出家的身份 或者在家的身份 就是在六道当中 在人道 他的身份不一定 可以是出家 可以是在家 甚至于是外道的身份 可能这个众生要先从 把他接到天界去了 他的因缘是这样 从天界 再把他导规到极乐世界 我们看到 在上个世纪 得了一杀修女 还得到诺贝尔奖 那他是基督教徒 他以这个外道的身份 但是他那个是菩萨精神 忘我的境界 一心为众生作响 当然 承德是举例 我得到了极乐世界 才能证明这个判断 应以什么身份 说法 他就视线什么身份 就像观世音菩萨 三十二应身 你看老和尚也 讲经的时候 有提到 一个八岁的女孩 看到她 爸爸在念经 问她爸爸念什么经 她父亲就是念阿弥陀经 念西方有关极乐世界的 这些经典 她也想了解 她爸爸就讲极乐世界 给她听 听了她也很欢喜 她也开始念佛了 结果她十岁 她就自在往生 那这个是应以 同女生得度 极限同女生而为说法 表演给我们看 你只要真心切愿 阿弥陀佛 感应道交就来接了 现在这个世间 结着 见着 烦恼着 众生着 命着 请问大家 十岁的孩子 在这个时代生活 轻不轻松 不轻松 我现在看 现在人在胎里面就不轻松了 他父母假如有吵架了 你说他轻不轻松了 不轻松了 你看 我听幼儿园的老师 他们带两三岁以上的小朋友 看这个孩子 平常笑容很多 突然间不笑了 一去了解 父母吵架了 父母闹离婚了 马上孩子就展现出来 孩子很单纯 对外在这些情况 他很自然就表现出来了 其实我们大人 都太初心了 大人为什么初心 太自我了 我不高兴我就发笔记了 都没有去考虑到 对家庭 对下一代的影响 我们好不容易得人参 佛门讲人参难得 佛法难闻 我相信全球的华人 不管他有没有信佛教 他应知到有六个字 四个字 拿摩阿弥陀佛 或者阿弥陀佛 我从小在台湾成长 台湾的电线杆上面 常常都拿摩阿弥陀佛 甚至于在高速公路开车 那个高速公路沿路 那个很大的广告牌 都有打 拿摩阿弥陀佛 所以从小 虽然不懂 华人要接触到佛法 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中土男生 其实就是当中华儿女不容易 因为全世界古文明 只剩中华文明没有断绝掉 其他三个古文明都断了 所以我们可以接上几千年 如是道的智慧 得了人参 还可以闻正法 这个在我们长节的轮回当中 是多么稀有难逢的因缘 我们要把它珍惜住 珍惜这一次可以出轮回 不出轮回 问题不能解决 哪怕做了再多好事 升到天上 想完福了 又要再多回来 没解决 所以了解到这个真相 那就一定要考虑 要出轮回 要出轮回 首先要先把人做好 人做不好要成佛 不大可能 而且要知道不能常常用轮回心 再造轮回业 贪嗔吃慢是轮回心 情直深重 对人对事要控制 要控制要占有 这个都是轮回心 我们修行警觉性要高 起这些念头 自己要关照到 修行人不只要自我关照 有时候当局者迷 要多听良师意有的劝 同餐道友 同餐道友旁观者清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不过现在感受到 人只要执着起来 别人讲什么 有时候也听不懂 那股执着性上来 那股执着性上来 人的执着性一上来 身心都不放松 下连句了就是说 要打破自欺一关 不要自己骗自己 这一关不打破 谈不上修行 更不可能入得了佛门 其实我们情直重不重 就躺上去准备睡觉了 看看脑子里还有没有继续转 这个都能自己检查的 都要放得下 说婆有一爱之不亲 临终被此爱所牵 刚刚提到要听人家劝 我觉得这一点 不可少 善根福德应援 承德的性格也算是比较热心的 以前有点过了 好管闲事 现在慢慢调整 但是还是比较会主动去劝人 我感觉我劝的效果也不怎么地 可能是人家还不够信任我 君子信而后见 我尤其劝什么 尤其劝修行的人 要先敦伦净愤 我劝了二十多年 我觉得接受的人很少 我觉得不回去敦伦净愤的人 心都有点狠 你放着孩子不管了 心狠不狠 人意 理智信 意 情意 我母亲那一代 那一代在台湾都有受传统 文化的影响 他们那一代人看着我们这一代 就差一代人而已 孩子生了就要尽力照顾 这是应该的事情 意者 意也 意就是意 事宜 应该的 你看那一代人生个三个五个 人家都是尽力照顾 我现在也有看到 孩子从胎教开始教 真正用心的母亲 功不堂倦 孩子从胎教教很乖 尤其不受手机的影响 现在看这些家长 孩子十岁 十二岁开始迷手机了 他也很困扰 当然有办法 我们一条龙客 这个礼拜六就要探讨这个问题 亡羊补牢 由未完矣 当然修行的人不能再后知后觉了 你起一个因缘 都要胜于一开始 不要轻动因缘 你打肿脸充胖子 是非语 误轻弄 你一讲了 结果你的时间精力都不够了 甚至身体都需要调理 大家慎重 家庭的事 身体的状况 都要尽早调整 才好调整 这道理都是一样的 你越早处理 越好处理 你拖越久 越难处理 比方说孩子现在才六七岁 你再好好陪伴 哪怕现在行为还比较 有一些情况都能调整过来 你等到十一二岁了 就难了 到时候这个情况 你再跟人家讲课有底气 所以人不要执着 要看着深 看着远 你看孩子的状态 看学生的状况都要看着深 你才好帮他长善救世 我们现在是看自己都看不清楚 看不深 自欺这一关打不破 刚刚提到十岁的女孩 他往生了 这个都给我们做表演 我想现在来做表演的 一定表演敦伦敬奋 我这个判断应该不会错 为什么呢 第一 应光大师教诲当中 最常提到的 十六个字 敦伦敬奋 闲邪纯尘 在敦伦伦本分当中 看看自己有没有用真心 真诚的心 这些邪念要去掉 妄念 执着念要去掉 学佛最重要的 学佛最重要的 用真心 放下控制 放下占有 放下对立 接着是 信愿念佛 真心切愿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我在这个世间多留一天 无所求 敬本分 欢欢喜喜敬本分 当然刚刚讲到普贤行 用普贤行的心境 来敦伦敬分 礼敬诸佛 在煮饭的时候 煮饭给诸佛吃了 那个菜会特别香 因为念头就是磁场 你假如煮饭的时候 真倒霉 遇到这些冤青在主 那个菜有毒药 所以用真心 都是普贤行 礼敬诸佛 你把家里弄得干净 这个都是礼敬诸佛 称赞如来 称赞如来 都能 有些女子在家的相夫教子 都能看到家人的善根 去赞叹 这是称赞如来 那广修供养 我们亲戚朋友之间有需要 我们的尽力去帮助 我刚刚跟大家提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每一个年龄层可能都有每一个年龄层要面对的挑战 你看现在幽缘 我听说现在幽缘小朋友说在找男女朋友了 你看真是这个风气不可长 我们当父母当幽儿园老师的要提起孩子的正气 不能被这些邪风给影响 我们能不能体会到每个年龄层现在面对的问题呢 你要体会到她的情况 或要说法才能应她的机 体会不到也要多关心就了解了 大家现在亲戚朋友聚会 感觉感觉 大家脸上的笑容 每次见面变多了还是变少了 我们不能太初心 要关心亲戚朋友有缘的人 假如变少了 为什么 我再问一个问题 我们自己的笑容变多了还是变少了 要先爱自己才好去爱人 自己的能量都不足就很难去互恋别人了 我前两天听到 现在二十到四十岁的年轻人 有的觉得未来没有虚妄了 寻短的都有 我是之前听到说有一个族叫躺平族 有时候要接触接触社会才了解情况 一开始讲法叫草莓族 后来又有啃老族 现在说叫躺平族 躺平可能他觉得 我再怎么努力好像连房子也买不了 很难生活 他就会对未来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当然了 这个不是单一的问题了 假如是官员 就要关心名声了 你有一些好的对策政策 就可以帮得到老百姓 这个当官叫父母官 以父母之心对待百姓 这个我也有观察过 有些官员很用心 他会去跟这些企业界 房地产 这些去商量 给予很优惠的价格 在他所治理的地方 有相对应的政策 这样年轻人 他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身安倒容 待会经文也提到了 你看在极乐世界 生活很自在 现在这个世间生活压力不小 成德听到这个消息 就感觉了凡视讯的弘扬 刻不容缓 因为他要懂得命运 他才不会气馁 才不会绝望 原来命运是掌握在我的手中的 我们这里说或要说法 我没有想到一位 当然我也无法确定 要往生才知道 不过应该 蛮有可能的 就是道圣和父先生 这有可能也是极乐世界来的菩萨 他应以什么身得度 极限什么身而为说法 现在是商业时代 应以企业加身得度 极限企业加身而为说法 他叫化了好多企业界的这些老板 甚至于我看现在很多年轻人 还没出社会都在看他的书 因为他是经营之圣 圣人之圣 而他推荐给年轻人的第一本书 就是《了凡视讯》 诸位忍者 你们有没有推荐给年轻人 《了凡视讯》 假如没有推荐 道义不足 这个佛门五界 五界就是五常 精神完全相应 不杀身是人 不偷盗是义 那当然我们文化当中讲义 这个意思就包含的面就比较广 情义 情义 道义 恩义 结义 仁义 这个都算在内了 应该的 我们身为长辈应该关心晚辈 老和尚讲经说了 不要给晚辈不好的影响 我们一听这个理就结合到世上 修行人要常常自我堪厌 这个道理我们听老汉讲过很多遍 那请教大家 我们有没有在晚辈在的时候 有言语上的争吵 有没有 假如有要去忏悔 去跟祖先 去跟老人忏悔 你看假如老人还在场 你看老人看得多难过 一发觉自己错误了 要去道歉 修行人要把这个面子放下 去给谁道歉 去给晚辈道歉 说我这么做不对 修行人要得真干 这两个字 修行的关键 老实听话 真干 老老实实 尽本分 敦尊敬分 那真干 这个真 你有一毫自欺 一毫夹杂 即非真 这个下老对这两个字 下的定义下的非常深入 他老人家不是这样下功夫啊 他不可能有这样的法语出来了 他不可能有这样的法语出来了 有一毫懈怠 一毫自述 即非干 这个不自欺了 能常常观照自己的心念 有偏了 都要能发现得到 那不夹杂 不懈怠 那就不使一秒钟空过 不使一句话空说了 不自述 就是不能常常给自己台阶下 错了错了事情了 都没有主动承认 都没有去道歉了 这个都不是真干的态度了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道圣和夫先生 他就是推荐年轻人了凡视讯的 这一本书 刚刚提到应主 敦伦净奋 闲邪纯尘 信愿念佛 求生净土 这十六个字是我们修学的重点 我们在看李秉仁老师 都是秉承这个重点 白衣学佛 不离试法 必须敦伦净奋 还是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处世不忘菩提 处世不能忘了菩提心 就是老和尚常说的 要用真心 要在行解相应 我们一般都说解行相应 为什么黄令老要讲行解相应 这个也是在提醒我们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求解不求正 喜欢听经 但是不行不正 解行有点脱节了 我们也有见过同修 还拨经机都戴在身上 很喜欢听经 我看24小时都在那拨 放在自己的包包里面 很喜欢听 也很会给人家讲 可是我问他一句 你这三个月 在落实哪一句老和尚的教诲 他答不上来 听了那么多 有没有下过一句功夫 这个师父领进我们 修行靠个人 要自己去检查 我自己见过同修 确实听了很多经 但是没有从孝涕落实 基本上他就没落实了 很会跟人家讲道理 可是家里的问题 处理不好 因为他没有行 解行不相应 人的心境没有办法提升 人没有提升 他就往下跺 你不要看每天都听经 不见得能提升 学偏 有解无形 增长斜见 斜见就是傲慢起来 傲慢起来 能处理好家里的事吗 老和尚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你假如学了佛 家里面反而不和谐 你学错了 我感觉重视这句话的人不多 甚至于在团体 都是干部 在进宗学会都是干部 给人家讲教理也是一套一套的 可是夫妻关系都处不好 孩子教育也教育不好 我们不能学高 其实这个都没有落实 家里的问题处理不好 铁定有强势在 不柔软 有控制 有对立的这种心念 自己没察觉 所以这个自欺 不自欺不容易 观心围绕 看得到自己的念头 其实说实在的 你家里的问题处理不好 你到团体里是更大的一个家 那人数更多了 也处理不好的 因为你法都用不出来 这个是我们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为什么老和尚说 领导者要学群疏制药 怎么为人均 那大学毕业 硕士毕业就懂 这是轮场的道理 你没有读经典 你不一定懂 我遇到一个领导者 他说 我这个人就是看人不准 我说那可不行 你领导者最重要的是用人 你还看不准 那你会造业的 那你要去学群疏制药 里面很大的内容 就是教知人善任 我跟他讲完 他说 哎呀我年纪大了 我还是念阿弥陀佛 我说可以啊 你不要干这个领导 可以啊 我们现在当了领导者 可不能说老和尚说 不管人 不管事 不管钱 那你就阿弥陀佛了 你拿了这句话 不负责任 我们现在都让老和尚背黑过 明明就是自己不对 还拿着老和尚说的话 来当挡箭牌 哎呀这个法不能用错了 人家老和尚有那个福报 而且每一个团体都有他的会长 都有他总干事 那是人家都有在管事的 假如你是会长 你说我不管人 不管事 不管钱 那你带的是什么头 别干这个合法掩护非法的事情 听起来很有道理 不对的 这个都是没有学轮常之过啊 没有学轮常一下子学大臣 学高了 都跟实际情况脱节了 比方劝他 你要培养年轻人 这个领导者说 佛菩萨安排 不用担心 说实在的 你团体里面没有年轻人 要谨慎 你感召不了人来 那为什么不能感召 一定是你的领导有问题 这是一个果项 你今天主持一个团队 你不去把原因 怎么改善找出来 然后就搬一句 佛菩萨加持 佛菩萨加持得上 通通不反省的人 不找问题的人 佛菩萨加持得上 你的心要跟佛菩萨的心相应 那个能加持得上 都不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你说佛菩萨怎么加持 所以现在想想 为什么老上叫会长 干部们都要学群术之药 他才知道怎么为人君 到了佛门是多好 积功累得的机会 你可不能到这个地方 来打迷糊仗 不只是会长 尽忠学会 你是正式会员 你就有责任 要担起责任来 为什么 干部理事是你选出来的 你要认真去选 不能走行事 要把组织规范起来 佛教的团体 要能给世间团体做榜样 不然人家怎么会 会仰慕佛法 佛法是绝法 华言经八个字 学为人师 行为示范 在哪里做示范 我的家庭 我的团体 要做示范 老和尚在讲群术之药里面有讲 现在百姓也要学群术这样 为什么 他才能判断要选怎么样的县长 那是他选出来的 你都不会看人 他讲了天花乱坠 你就相信他了 这个要学论语 巧言令设 嫌以人 刚义木讷 敬人 诸位同学 你们投票是因果票 不能随便投 选出来 对整个社会影响很大的 你看政治界也是这样 你要负责任 你团体也是一样 都要认真对待 都要用真心 不能打迷糊仗 不能马虎 接着讲了 或要听法 这是视线 做影响众 菩萨视线说法 但是没有人听 就不能度化众生 众生看这个人说法 听的人很多 他就来听了 一般大众还是会看相 他走过这个道场 一看两个人听 我看别进去了 说实在的 太少人来听 连讲的人都 信心都受影响 我刚开始在海口 跟大众讲弟子规 每一次到时间前 我都在教室里面等 心脏也是 碰碰碰碰碰 今天会不会有人来听 也是这样被鼓励过来的 我给大家讲过一个例子 当时候有个老太太 进来听了 我在台上 她都一直给我微笑 后来讲完课 我就很激动 我就下台 想去谢谢他 我给老太太 谢谢你来听课 我跟他讲了几句话 他没什么反应 后来旁边那个人说 他听不懂普通话 是海南人 然后他怎么来听课 他说听人家讲说 这里有人讲伦理道德 他就来了 所以那个老人很可爱 他觉得讲伦理道德很重要 他就来了 听不懂他也在那笑着 做影响重 这个可能也是极乐世界来的 这个我到了 我才能确定这一件事 不然听不懂都还听 老太太讲经常常举一个榜样 就是周邦道校长 老太太讲经 他的校长来听 做笔记也很认真 刚出来讲经的 他也去听 人家一了解 这个在社会那么有地位 那么有学问的人 都来听 那显然 这个讲经的人讲得好玩 他就影响大众了 包含老太太讲经的时候 广清老太太都来听老太太讲经 你看这都是深战身 给我们表演的 所以这个大众 如果看到听的人寥寥无几 他从那里经过 心想大概没什么 所以有许多菩萨 要视线做影响重 也就是来捧场的 一个是视线说法的 还有视线来捧场的 说实在的 你有时候刚好跟大众分享 你是说法 有时候你在台下听课 你是听法 甚至于这个再延伸开来 你对每一个人 他讲话 你都很恭敬的听 你就给对方信心 你平常听人家讲话 都不专注不恭敬 你一去听课了 就能做影响重 我看是不好的影响 你坐在底下 这个眼神都是飘的 因为你平常就没有 很恭敬听人家讲话的态度 我们修行人 修什么 不分别不执着 在哪里修不分别 理静每个人讲话 我现在观察 你喜欢的人一讲话 笑着听 你不是很看着顺眼的人 一讲话 你就摆一张脸给人家看 太分别了 太执着了 我记得 有一个也都是老修行 学传统文化 甚至都在讲课都超过二十年了 有一次我们聚会 聚会完 大家分享 当然我出道比较早 一般是我先讲 后来他们讲 当天晚上 他就跑来找我 因为他们很早就认识我 现在我出家了 他们有时候还改不过来 都是叫老师 我说没关系 你叫习惯就好了 我有没有什么毛病 你帮我指出来 其实人家这么一问我 我都会愣一下 我心上没有一直记人家的 我没有说 你终于问了 我终于逮到这个机会了 我好好说你一顿 我们也得修 若真修到人 不见世间过 心上不能有人家的过失 不然呢 自己心就不清静了 这个都要自己观察的 尤其我们心上有人的过 最容易借题发挥 看到他做什么事 抓到机会 赶快批评批评他 教训教训他 这个都要检查出来 不是他的问题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我们自己的心动了 见人家过了 那他一问了 我就认了一下 他也蛮真诚问的 我就开始念佛 一念佛 我就想到 早上 我们在交流的时候 他听我讲话的时候都这样 听别人讲的时候 这样 我就问他 早上 因为大家都是秋天的人 秋天的年龄 所以不好 直接讲他不对 我说 今天早上 大家在分享 你听人家分享的时候 你的心境是什么状态 他说 我傲慢 其实这个是你在境界 你不能人家问你了 你才在那里反思 你是起了个慢心就要发觉了 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 因为你觉察不到 这个慢心就会相续不断 相续不断 那阿勒耶士一直种傲慢的种子 那怎么进步 老阿上说了 能不能往生 不要问别人 要问自己 每天是佛号的念头多 还是五欲六成 贪嗔之慢的念头多 当然 多也不要气馁 修行是 身处 转熟 熟处转身 多不怕 就怕不老实真干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凶人 而且肯念佛 十方诸佛加持 消业障 一切诸佛所复念经 所以已经接触了这个 老阿上常说中了佛门第一特奖的法门 我们就要觉得很幸运 很珍惜 有不足的地方 善根福德不足 你肯老实念佛 很快就提升上来了 好 或要听法 其实跟我们 每一天都息息相关 今天你的另一半 讲了很有道理的话 你也要听得很认真 还要赞叹它 是吧 你看你做它的影响中 所以佛法没有离开生活 你一个团体里面 可能有好几个老师在讲学 那这个老师讲的时候 我们在底下听 截取人家的优点 相关而善 而且你也做影响中 也给这个讲学的老师 很大的信心鼓舞 一个团体里面好多讲师 一个老师讲的时候 没有任何其他的老师来听 我看这个团体会有病 会生病 首先什么 讲课的人可能互相瞧不上眼 不然应该要珍惜 这些学习的机会 见为之助 要会判断 这个家庭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团体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听课是福报 比方说他讲这一堂课 讲两个小时 他要准备多久 他讲一个专题 他可能要花四十个小时 甚至更多 你认真听就能掌握一些精髓 所以我假如去参加课程 其他老师讲只要时间允许 一定要去听 很有收获 讲论得之最速 你获得的最快速 思虑得之最深 你不能只听 你没有去思维 学而不失则枉 听了那么多好的道理 我回去怎么落实在生活工作 主事带人接物 我不能白听 这都是在思维 你听的东西 没有好好去思维领悟 几天就忘光光了 力行得之最实 你思维完了 还要去落实 这样就解形相应了 你的收获会很充实 很有领悟 接着 获献神族 刚刚那一段说 我们听众之中 也有许多是菩萨再来的 来捧场的 那这一句 我没听懂老上的意思 你这一个地区 这一个道场 真正弘扬正法 一定有佛菩萨护持 那比方说 我看到这一句 那在道场里面 一定要礼敬祖佛 不能到时候得罪菩萨 这个因果听众了 你看这个佛菩萨都视线 在道场里面 在厨房工作 这个都是对峙我们在社会的习气 看上不看下 这个都不是修行的状态 可是这个力量很强 还没学佛以前 我们可能二十多岁了 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了 没有察觉这些问题 心还是在分别执着 所以地址归说 勿产妇 勿交平 勿厌固 勿喜心 就是要把这种爱真心 惨媚 八洁 这种习性都要彻底放下 要真诚 对人 执行是道场 无须甲固 无须甲固 每个笑容 都没有带什么目的 真心的 供养 面上无称 供养具 或献神主 献神主是在必要的时候 通常很少是献神通的 非必要的时候 决定不用 所以佛在世的时候 他刚好有弟子献神通 在大众面前 百姓面前 就被佛指正 不以神通 度众神 我们去感受感受 这个百姓看到他献神通 那再见到这一位阿罗汉会怎么样 会跟这个阿罗汉说 请尊者 跟我说法 我认真熏悉 会这样吗 他可能会 给我的头摸一摸 这样我业障就消掉了 所以他都不是来听经文法的 佛菩萨都是以 讲经说法度众神 因为魔也有神通 但是魔 很难是讲经说法 所以佛菩萨来视线都是 如释迦牟尼佛 讲经四十九年 说法三百余会 佛门还有一个规矩 就是你视线神通 曝露身份 就要走 很有道理 他曝露身份是观音菩萨 那他不走 每个人都找他来摸摸头 那不是让众生很着想吗 所以你们假如遇到一个人说 他是观音菩萨再来 隔天没走 假的 大家会判断 真的 我都有听过那个邪师 说他是观音菩萨分身的 信众每一次办会议 几千人 这个末法是法落魔墙 但是因为他在佛门搞明文立养 这个夜报来得快 没几年就死了 但是他都会可能有鬼通了 你家里上个月是不是出车祸 那对方就听得一嫩一嫩的 他可能有养小鬼 所以大家谨慎 还是依止老和尚这样的过来人 不要遇到困难的都不用佛法 求神问谱 可能就招来不好的缘 我听黄念祖老知识有讲 有一个老人家也很单纯 结果 好像他给人家摸一摸 人家病好了 当然因为他当纯 他也不会去搞明文立 假如有明立心 你摸一摸人家病好了 人家把你当神 你还以为你自己是神 可能就着魔了 要小心了 结果这个老太太 可能过去生命都有善根 他突然有一个念头 好久没有供金刚经了 他就把金刚经请出来供 供在佛堂上 一供 他床底下马上 两个大狐狐狸冲出去了 这些狐狸已经借他 借他的身在做事情了 你看他一供起来 这金刚经所在之处 极为有佛 所以这狐狸就被这个正气 就逼走掉了 我们现在注意 你是当老师的 当干部的 或者佛弟子 要小心 法洛摩抢的时代 你心骚有偏 魔得其变 现在的佛菩萨 跟魔在抢人 我们正念一失掉 魔要破佛法 他可能就借我们的姻缘 他去找个农夫 也坏不了佛法 就是我们有佛弟子的身份 才坏得了佛法 所以大家要谨慎 要真的皈依三宝 就有三十六个护法神 真皈依的话 起心动念一言一行 皈依绝正境 假如有发心持戒 你持一条戒 就有五个护法神 这真实不虚的 你真正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潜二十五大菩萨 随护其人 这个魔不能干扰 所以这个我们都要慎重 所以非必要的时候 决定不用 古时候 献神通都是对国王大臣 菩萨对他们献神通 只要他们信服 一个命令 一个政策 就教全国人民都来学佛 提倡佛教 它有很大的影响力 如果对没有影响力的人 决定不用这个方法 所以视线神通 是在很特殊的状况才用 这个我们也要懂 他只要有线神通了 也在搞明文立扬了 听他一堂课要多少多少钱呢 这个就要小心了 偏掉了 如果佛菩萨对我们凡夫 都视线神通 这决定不是正法 好 随意修习 无不圆满 老和尚提到了 无论视线修学 什么样的法门 他的目的都是为了接引众生 诱找众生 念佛 求生净土 无不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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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讲到 摩根佛菩萨抢人 我们现在看看 在弘法的第一线 弘满人才都很缺 那当然 我们在弘满的过程当中 首先要护自己 要护得好自己才能护众生 怎么护好自己呢 随顺佛菩萨教诲 不随顺自己 没学佛以前 做人做事的习惯 那就是随顺习气了 你随顺佛菩萨教诲 那佛菩萨就加持得上了 你看老婆这样讲 你真念佛 你都可以感觉到 佛在加持 当然这不要去求 你一有求了 这个念头又不对了 你不要听人家说 哇好像念佛感觉 一阵一阵很清凉 从头下来很清凉 你马上就那里 阿弥陀佛赶快清凉 阿弥陀佛赶快清凉 会装磨了 那不能有求的 那这是自然的 自然中自然相 不能刻意 你一刻意就是贪求 那就磨得其变 你哪怕有这种清凉的感觉 你一执着了 那那磨又要找你了 任何境界都不要执着 不要贪着 不要放在心上 真心一法不利 那我们在做事的过程当中 没有考虑 要依循佛法做事 你思考 一言一行都要依循 没有这个态度的话 那就可能用习气做事 那磨刚好要坏佛法 磨是无形的力量 无形的确实是存在 它就得其变 大家冷静看看 你在洪护正法 突然有件事 你生烦恼了 你自己没有觉察 这个烦恼就会加重 甚至你控制不住了 发鼻气了都有 又没有每天听经 每天反省 可能这个情绪持续好几天 那除了自己之外 我看可能也有磨在干扰 可能也有冤心在主在影响 所以这个念头是感召我 我们是正念就感召佛菩萨加持 感召好的缘分来了 修行人要很敏锐 一个人当了领导 喜欢听好话 他就感召会逢迎惨媚的缘 这是有形的 有形无形都会感召来 我们是一心未公 那你可能就感召一个 当代的未真来了 对你直言不讳 你就表演一个 君人沉重的 世间榜样出来 诸位忍者 你们愿意表演 五轮的榜样吗 现在很缺榜样 这个做榜样 就是广修供养 老上说这个时代最大的贡献 做出榜样 现在有不少妈妈从胎教开始带孩子 他们的孩子一带到公园里面去 就跟一般的孩子很明显的不同 都会有当地的人不认识的 就过来请教了 你的孩子看起来很乖了 你是怎么带的 为人演 演得好 就有给人说法的机会了 所以我们现在 假如在道场里面团体当中 要修六合镜 我们的团体成为榜样 就让大众有信心 让其他的道场 看了 很愿意 跟我们来交流 你就可以 把你怎么落实的供养给他们 而且我们真正是合合的团体 我们团体里面会一直出人才 加合万事兴 合合就能出人才 所以老和尚有发起 修六合镜 祈祷文 大家也要多学习 怎么来修六合 一定要修 不修六合就 没有办法 做榜样了 人人宏道 非道宏人 不是我们摆着经书 跟人家结缘就能宏道 不是我们每一个礼拜 都有讲课就能宏道 是我们 都有照经典去做 我们才是在宏道 你比方说 以最小的一个家庭 父母都会讲传统文化 可是没有做 那宏不了道 孩子会反感 团体也是一样 领导人都用传统文化教训人 自己都没做 底下都不服了 哪怕每个礼拜开课也红不了道 所以孔子这段话不能轻易绕过去 所以他这个随意修习 目的都是为了接引 诱导众生 念佛求生净土 我们举台湾 我们举台湾广青老和尚 我们举台湾广青老和尚 他是修学禅宗的 他修得很有成就 而他主要劝人 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这个都是随意修习 无不圆满 所以众生接受佛菩萨的教诲 都能用真诚之心 信要求生 发心念佛 这才是真正圆满 我有见过这个 听见过广老的 他说广老 跟他讲 用闽南话讲 老实念佛四个字 语如终身 他说只要一想 那四个字 好像就在他耳朵又在响 所以这个是真的有 道理的高深 即使用其他的法门 佛门常讲 先以欲勾迁 后令入佛制 先用其他的方法 来诱导你 到最后 把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 介绍给你 让你专修专学 往生不退成佛 才达到真正圆满 这里提到 先以欲勾迁 后令入佛制 那陈德有联想到 老和尚常说 学佛管用 不管用 学他做什么 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 每一个年龄层 都有他们面对的挑战 烦恼 一个人心里面有烦恼 能不能幸福快乐 不容易了 要不要解决 要解决 而且我们能感觉到 他的烦恼 可能 他又相信我们的话 那就要落实 无量寿经说的 为诸树类 做不寝之有 主动去帮助他 去关心他 而且这个先以欲勾迁 是他现在最需要什么帮忙 你去帮他想办法解决 有佛法就有办法 比方说 现在在家里面 有人有忧郁症 你看他整家人担不担心 对啊 对啊 你现在跟他讲求生极乐世界很殊胜 你看他的心整个都细在这个事上 你用佛法让他去解决他现在最困扰的问题 等到他解决了 他对佛法的信心就升起来 当然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 我也听到不少是刚好家里有老人 结果刚好往生 结上这个缘 帮他祝念 结果老人家 这个面色非常好 断气的时候 不过脸色不好 慢慢注定脸色很好 家里的人很孝顺 一看到 很欢喜 他可能就主动想要来了解佛法 今天时间到了 就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